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来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并不是Person所独有的 在绝大多数知识 面向对象的语言里面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员的 可见性的概念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个成员 我们怎么理解呢 好 这个成员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 变量和方法 所以说呢 成员的可见性呢 就是啊 大家探讨 Person下面的 Person对象下面的变量 和方法的可见性 好 那么在学习成员的 可见性之前呢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啊 我们的类呢 它呢是有类外之分的 好 让我们回到 我们student的这个类这里 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类的外部 而什么又叫做一个类的内部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实力化了一个对象 student1 好 然后呢 我们呢调用了student1的dohomwork方法 好 那么啊 这样的一段代码呢 其实呢就是啊 在我们的这个对象的外部啊 访问和调用我们的dohomwork方法 那么什么啊 又叫做在一个内的内部访问呢 好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那我这里有个dohomwork方法就对了 好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的名字呢 我们叫做啊 do english homework 好 同样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啊 实力方法 好 好 那么啊 所谓的内部调用呢 其实呢 就是啊 在这个内的内部啊 一个函数呢 可以啊 去调用另外的一个函数啊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通过sign 这样的一个dohomwork 好 那么大家能对比一下啊 在这个内的外部啊 通过sign的理议对象啊 调用dohomwork呢 叫做外部调用 好 但是呢 我们呢 如果啊 是在这个dohomwork方法的内部啊 调用这个dohomwork 那么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啊 在那个内部调用 好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不仅仅的是这个方法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外部调用 和内部调用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对于我们的变量来说啊 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变量 以及实力变量啊 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内外调用的分别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再说一个问题啊 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谈到过这个内的最基本的作用啊 就是在于封装代码 那么假如说啊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啊 这样的一些变量啊 比如说呢 萨姆啊 还有内部啊 还有我们定义的各种各样的啊 实力方法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类方法啊 以及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啊 其实 其实来讲的话啊 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安全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样的所有的啊 成员 成员变量啊 成员数据呢 都是啊 可以啊 从外部来访问的 大家呢 可以试一下啊 包括呢 调用这个静态方法啊 类方法啊 我们之前的个子里面 通通都演示过了啊 全部呢 是可以从 全部呢 都是可以从外部啊 通过十多分之一 这个对象来访问的 这个呢 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造成了一个我们类的不安全 好 那么什么叫个不安全呢 对于我们这个类下面的一些啊 这样的数据 或者是说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呢 我们有时候啊 不想让别人从外部去做这样的一个更改啊 我们只允许我们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来更改 比如说呢 我们先增加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那么学生考试的这个分数啊 我是不希望别人啊 通过啊 在这个对象的外部啊 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任意来更改啊 比如说呢 我呢 随意的啊 把这个score呢 给你打了一个负义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学生的分数啊 最低 一般来说是0分度 很少有 很少出现这样一个负分度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造成了我们内的内部的一些数据的不安全啊 好 那么正确的一种啊 设置分数的方式呢 不应该啊 是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啊 操作这样的一个变量的方式啊 来给它复制的 那么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正确的方式是啊 对于分数的这个打分的这个操作呢 只应该啊 由我们内部的这样一些类来操作这个分数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的名字呢 就是marking 好 我们把它定义成啊 一个实力方法 好 我们先向上为负责者 如何通过这个marking方法啊 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打分呢 好 那么我们可以接收一个参数啊 就是score 好 然后呢 在这个marking方法的内部啊 在这个marking方法的内部啊 再来给我们的score啊 来付出 好 self 点score 等于啊 这样的一个参数score 好 我们把我们这个构造函数里的这个 参数那个修改一下啊 初始化的时候呢 这个score呢 我们不作为一个初始化的参数啊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呢 可以啊 给这个score一个默认之灵啊 表示呢 我们的这个对象下面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score的实力点亮的 但是呢 目前啊 它只是一个初始状态 没有 它还没有被打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是一个老师 我要给一个学生打分 比如说呢 我要给我们的实感章同学打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绝对不能啊 直接使用steam的一点score去打分啊 我们正确的打分方式呢 应该是这样的 student1 对 这样的一个marking方法 好 比如说实感章同学啊 这次考试很悲剧啊 就打了我的九分 好 这样呢 完成我们的打分操作 好 我们在我们的marking这个方法里面啊 来print一下 print self 给内脉 分次考试分次为 好 好 然后呢 让我们呢 来运行一下这点干嘛 好 一旦啊 我执行了这样的一个marking方法了之后呢 我们就给我们的同学呢 完成了这样一个打分啊 实感章同学 本次考试分数为59分 好 那么很多同学呢 会说啊 是啊 那你这个marking方法啊 并没有避免啊 其他的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调用者的随意啊 来给这个分数来设置一个不正常的值啊 比如说呢 我们可不可以传负1啊 可以啊 那么如果你传了负1的之后 是不是啊 和我们上面的这样一个 直接给store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负值1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呢 是没有区别的呢 那确实是这样的啊 如果我这样做了之后呢 我们实感当同学本期考试 考试的分数变成了负1 这显然呢是破坏我们这个内 这个对象的内部的数据的啊 但是呢 我们要说一下区别啊 通过方法呢 通过方法呢 来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操作呢 比啊直接呢 呃 对这个数据 数据变量呢 做这个修改呢 是要安全很多的 为什么呢 你对一个 你对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柱的修改了之后呢 那就修改了 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通过方法呢 我们是可以判断的啊 怎么判断呢 我们看一下 方法的强大就强大 强大在这个地方啊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在marking方法这里呢 用我们学会的if else的凝据啊 来写一下 如果啊 这个score啊 它呢是小于0的话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呢 是可以啊 避免啊 这个外部传过来的score 来破坏我们的内部数据 比如说呢 如果它小于0的话呢 那么呢 我们啊 强行的啊 给这个score 复制为一个0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语句保证呢 如果你是复数的话 果呢 是不会让你把score设置成复数的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安全 或者说呢 如果你不想这么做 也是可以的啊 怎么做呢 你可以给iton一个提示啊 不能够给别人复分 好 那么我们加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代码的运行结果 好 这里没有print啊 好 我们把这个 好 我们这里呢 接收一下啊 这个marking的运行结果 我们第一 一个result 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result 给打进去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好 如果呢 我们尝试给别人打这样一个 负一分的话呢 那么别人呢 就告诉我们啊 不能够给别人打负分的 所以说呢 你尝试给人打负分 但是呢 别人呢 不会啊 别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机制啊 保证 他们这个分数呢 是不会被你随意的更改成负分的 好 那么相对于方法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这样的一个直接啊 给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复制呢 就无法实现这样的效果 好 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示例呢 大家就看一下啊 我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啊 编程的一个提倡的一个规范啊 它倒不是说是一个规定啊 它只说提倡啊 就是呢 一个类啊 它下面的这样一些数据变量呢 是类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数据啊 所以说呢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啊 如果要修改一个类的这样一些特征的值呢 不应该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 直接访问这个变量的方式呢 来改变这个变量的状态啊 正确的方式呢 应该是啊 所有对于啊 类上面的变量的更改呢 都应该通过啊 方法来完成 这一点呢 不仅仅呢 是Python Python是这样提倡的啊 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啊 像我比较熟悉的这个C下巴加拉啊 他们呢 都是这样提倡的啊 不要直接去啊 在内部 在对商的外部啊 去对这个成人变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复制啊 哪怕呢 你是可以去复制的 它没有限制你不能复制啊 你也不应该这样直接对它复制 如果你要复制的话呢 建议呢 是通过方法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啊 可以在方法里面 对这样的一些啊 你输入的这样的一些参数 我们做一些判断啊 如果呢 你不符合它的这个数据状态的要求 超出了它的范围 那么呢 我们呢 是可以啊 保护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 那么啊 规范或者是说道理呢 确实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如果说 如果说呢 我们一个类上面啊 有几十个这样的一个变量的话 那么我们要给每一个变量啊 配一个类似于Marketing这样的方法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变量的读写的话呢 其实呢 有时候呢 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啊 呃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写代码 包括我自己写代码 有时候为了偷懒啊 我也不会说 给每一个类的变量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Marketing的方法啊 我呢 有时候呢 也顺手呢 就会做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但是呢 这是因为呢 我呢 非常熟悉我的类的内部的结构啊 明白吗 因为我是非常熟悉 我内的内部的结构 我绝对不会对这样一个构构做出一个负一啊 这样的打分操作啊 呃 那么我们说的啊 这个Marketing方法的作用就是在于什么 这个作用就是在于啊 如果说你的这个类啊 你是提供给别人 你是提供给别人使用的 别人是不知道你的这个类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气质和规则的啊 他也许呢 会认为你的这个 这个构呢 可以是负分啊 或者我打个比方啊 因为别人确实是不太了解你内部的机制 你自己呢是了解的 那么呢 你可以直接复制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在于呢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呃 做一个适当的取舍吧 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讲课啊 所以说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啊 不要就直接对这个变量做出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修改 而是应该通过方法来做这样的一个修改 好 那么现在呢 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来了啊 我现在呢 即使呢 是给这个上啊 即使呢 是给我们的这个score啊 设置了一个marketing方法啊 但是问题是 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啊 在内的外部啊 我们依然呢 可以啊 对这个score进行复制啊 好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可以阻止其他人啊 从这个内的外部啊 直接对这个变量啊 进行这样的一个复制 或者是读取操作呢 有啊 这个呢 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啊 这样的一个成员的可见性问题 我们目前来说啊 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个student 用点score啊 进行这样的一个复制呢 这个是因为啊 我们目前score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成员的可见性呢 是公开的啊 公开的啊 好 那么公开的啊 用一个英文的术语来描述呢 就是public 好 那么我们呢 引入另外的一个成员可见性的状态啊 就是私有的 好 私有的这个啊 英文的竖语呢 叫做private 好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下公开的和私有的分别 有什么特点啊 如果呢 一个啊 变量或者是呢 一个函数啊 它是公开的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啊 在这个内的外部啊 来直接访问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这里呢 调用marketing函数 由于marketing函数的这样一个可见性呢 也是公开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是可以直接调用过 好 再比如说呢 我们的score啊 score呢 它目前来说呢 也是一个公开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啊 对它复制 或者呢 是读取啊 复制也可以 读取也可以 因为呢 它们是公开的 但是呢 如果呢 这样的一些成员呢 是私有的话 那么我们呢 在外部呢 是无法啊 直接呢 去读取 或者是设置的 好 那么为什么这个score 现在是公开的呢 实际上啊 我们目前定义的所有的啊 包括这样的一个变量和方法呢 它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公开的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何把它们变成私有的 好 那么我们先来解答 第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变量和方法都是公开的啊 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啊 成员的可见性呢 它呢 是作为一个啊 非常明显的标记啊 会加在这样的一个变量或者是方法前面呢 比如说呢 在很多语言里面呢 如果呢 你要定义这样的一个啊 类变量的话呢 你呢 是需要啊 给它前面啊 加上这样的一个public的啊 好 那么啊 在其他语言里面啊 加上public的之后呢 就明确的表示了啊 这个变量的可见性呢 是公开的啊 你呢 可以在类的外部啊 随意的呢 来操作 来读和写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好 那么同样的啊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呢 还有一个表示私有私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 就是private 好 那么一旦啊 你给一个变量的前面呢 或者是一个方法的前面呢 加上一个private之后啊 那那么呢 你就表明呢 你这个变量啊 或者是方法呢 它呢 是一个私有的 你是不能够从这个类的外部啊 来直接访问的 好 但是呢 在我们python里面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private 或者是public的关键词啊 给你呢 来指定这样的一个变量 或者是方法的可见性啊 那么python呢 是如何啊 来决定一个变量 或者是一个方法 它的这个成员可见性的呢 好 如果啊 那么python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啊 对于一个变量或者是方法呢 它的开头啊 不是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啊 那么呢 通通呢 他都会认为呢 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或者是变量是公开的啊 一旦呢 我们给一个方法 或者是变量啊 加了这样一个双下滑线呢 Python呢 就会认为啊 你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变量呢 是私有的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这里啊 给marketing 加了一个双下滑线的最后啊 假如说呢 我们再一次的尝试着啊 要用student1双下滑线marketing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好 直接会报错啊 它会告诉你啊 student呢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marketing方法的啊 因为呢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私有的方法了 我们不可能啊 再通过啊 这样的一个对象点的方式来访问这个双下滑线marketing方法啊 好 所以说啊 如果有些方法呢 你不想让别人从外部啊 来调用的话呢 你呢 就给这个方法呢 名字的前面呢 加上两个双下滑线啊 我们的marketing方法呢 它应该是一个公开的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啊 不加这样一个双下滑线 好 那么有些同学呢 会有一个读问啊 就是啊 我们看一下构造函数这里啊 为什么构造函数的前面啊 有双下滑线 但是我们依然呢 可以在外部能够访问呢 因为呢 这个啊 构造函数呢 属于啊 Python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函数啊 它呢 确实是可以啊 从外部来访问的 好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为什么Python 可以让这样一个双下滑线开头的NIT 可以从外部来访问啊 大家要注意观察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NIT啊 它除了在前面有两个 有一个双下滑线之外 它在后面还有一个双下滑线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呢 Python都不会认为它是私有的啊 其实呢 我们自己呢 也可以玩一下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给我们的Marketing啊 左右添加两个小翅膀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此时呢 我们Marketing可以从外部访问吗 可以啊 所以啊 所以啊 请大家记住啊 如果呢 你想让你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变量的变成私有的话 那么呢 你只在前面啊 在这个变量名或是方法名的前面呢 加上一个双下滑线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画手天主的啊 在这个呃 变量名的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双下滑线 实际上啊 我认为呢 你呢 应该极力啊 避免啊 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变量的名字 前后都加下滑线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前后都加双下滑线 这样的一种匿名风格呢 这个呢 是Person内置的一些变量的匿名风格啊 比如说呢 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就是Person呢 一个特殊的函数 再比如说呢 这样的一个 这里有个class 对吧 前后都有下滑线 它是属于Person内置的变量 Person呢 已经啊 尽力的让他自己的内置变量啊 和你定义的变量 是有所区别的啊 你就不要啊 再让自己定义的啊 这样的一些变量名呢 前后都加下滑线了 好 所以说呢 如果啊 我们不想让别人呢 在外部修改我们的这个 这个变量的话呢 我们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啊 把这个score啊 前面加两个 加两个下滑线啊 让它变成一个私有的变量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score变成私有变量了之后啊 我们首先呢 把我们相应要修改的地方 都给修改一下 现在已经没有score了 只有双下滑线score 好 这里就复制的地方呢 都需要把它改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刚刚的把这个marking啊 方法呢 加了双下滑线了之后啊 我们呢 在这个外边呢 再去调用这个双下滑线marking 是都报错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啊 我现在的这个score啊 已经变成了双下滑线score 那么大家认为啊 现在呢 如果我们还是强制啊 对这样的一个私有变量进行复制的话 Python会报错吗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并没有报错啊 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之前呢 给我们的方法加了双下滑线 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私有的了啊 强行从外边调用它 它就会报错了 但是呢 我们对于这个实力变量啊 加了双下滑线的之后呢 然后呢 再从外部强行放入它 它却没有报错了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留给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下集课呢 再来介绍答案 好 最后呢 我还是想说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到目前来说的话呢 已经逐步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进阶的阶段啊 所以说呢 我呢是不会啊 只是简简单单的啊 直接呢给大家甩出这样一个公开的和私有的啊 因为呢 其实呢 讲这个成员的可见性呢 就是说我们这节课呢 讲到目前这个时候啊 就已经可以了啊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如何去定义一个公开的变量 而又如何去定义一个私有的变量啊 但是呢 由于呢我们呢 是这样的一个进阶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有对有一些的问题呢 还是要挖这个深入一些啊 不然的话呢 还真是称不上进阶 好的 那么我们下集课再见